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碼我姐幫 這個星期其實好輸都多 除了古惡仔之外 當然少一面都有火舞 雖然我們今天未必講 但是我覺得火舞這兩期的畫是提升了 多了他們自己畫的部分 他們畫的水質也提升了 少了Kito 以漫畫來說 我覺得這樣是好事 我們不是單純用笑的角度去看 因為有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一集就要講 在年尾一定要講 因為這個故事都差不多結束了 那就是農夫們的疑魂大法 不好意思 之前應該說到天后無敵 那就是拿一把小刀 拿一把小刀 尿溝 索壓心格 鐵母子王是其中一員 他們有八個鐵母子王 在這個自尊會 相當龐大的架構 有高組 內五環外五環 有諸葛無我 原來這八個鐵母子王就是類似親王的格局 他們是唯一一群可以挑戰龍珠龍天下決定的一群人 因為在上一期九一七高組就回去見龍天下 因為其實他來到是想阻止龍天下 叫做御駕親徵去對付龍虎們 這件事 龍天下就看著不行 我一定要自己帶隊出去 特別是我的師傅珠葛無我已經躺在棺材上 雖然他還沒死 他在化解慢毒 但是我要幫我師傅報仇 我一定要預駕親徵 高組說不行 你不可以去 龍天下就問他 現在自尊會到底是你高組大 還是我龍主大 當然是龍主大 年紀我大一點 當然是龍主地位高一點 不過 但是我們自尊會的架構 還有八個鐵母子王 只要八個鐵母子王 一致通過的話 我們就可以阻止你的行動 推翻你所有的決定 董事和CEO之間的關係 其實有點像的 就是元老會的區域 所以龍天下就被迫聽高組的廢話 中間那段說了些什麼 我覺得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總之說了很久之後 就是龍天下不能夠預約親徵 而高組會再派人去對付龍虎們 是誰呢 就是鐵母子王 但是我覺得這段也很有趣 他想寫兩邊互相勾心鬥角 即是黑黑黑的劇情 有多黑黑黑的劇情 最後呢 高組臨走的時候 就叩咬龍天下 你這個師傅呢 打輸了 如果你想叫他服眾的話 你一定要對他小情大戒 哈哈哈哈 我看著鐵母子王打贏了嗎 他們不是一起輸嗎 他們是做同一個任務的嗎 哈哈 鐵母子王還回不了你 所以他就不用罰了 哈哈 那你都死了 我是龍天下 其實就應該還沒死的 因為說他就是被人斷了手衣 但到底他有沒有撿回那個殘廢的區學 回來就沒人知道了 我是龍天下 我就立刻拍檯 你老母現在就開會 你集齊八個鐵母子王就現在開會 我當你贏 我當你贏 我立刻投降 而最搞笑的是什麼 鐵母子王就是升上去的 我立刻聽到雞尾升上去 就是隨便找一隻 就是外面那個 就是外面那個 你是渣渣兵地走過來 哈哈 立刻到 現在升你做鐵母子王 我立刻升你做鐵母子王 是啊 你要80個都有 因為他有說 龍子尊有說過 鐵母子王全部都是你的人 其實高組是一班人去行祭龍天下的 對啦 糟糕了 我再一次 就是人頭戶口 其實我想大概是一百期之前 我都問過這個問題 我真的很想龍天下 你再可不可以回答我 為什麼一個敢試輕殺父的人 會拍八個你不認識的人 和一個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高組 那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欺負爸爸 噢 門口搞 但一離開門口之後 對不起 龍天下就是這種 他一回到家 一回到家 媽媽 我碟菜放在哪裏 你又不留湯給我 這混蛋 爸爸你又喝醉了你啊 有一些客人一來到 你好你好 歡迎來到我們 紫珠妹 媽媽還不進去拿餅出來招呼客人 那些 偉高知識餅 就是這樣 又不是沒有的 很寫實 其實 紫珠妹是什麼來的呢 龍天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廢柴的家裡瓶 怎麼你連趙計幫都不一樣 喂 如果趙計幫和龍天下打的話 是趙計幫拿著刀行 拿著龍天下打的 你不要說 真的很可憐 等一下 好像中間插斷了 我想問曹志豪的死角是否終於出到 那隻死角 就是曹志豪那本死角 是小說來的 是文字插圖小說 是啊 我突然看到封面 我以為他終於出到 不是啊 集結本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我們說回 白仇那邊 那邊 撩完手之後 就是 撩斷朔學森家的手之後 原本之前不是說 他不知道看中了誰的手 不是 他說金羅漢和朔學森家 打輸那個就要他的對手 是 是二支 二支店 是一支減手 不是 他看到看哪一隻手可以 對 他兩個手都這麼粗 於是朔學森家就打輸了 他就撩斷了朔學森家的手 然後呢 就是 父愛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西城網呢 又找白仇回去 不如這樣吧 我們西城醫療集團 一向都出名 對於家人和下屬好 你來 我們再給你 幫你做好一隻手 那西理賽是甚麼呢 其實那段 真的很像海虎 天道的手 原本是不適合刺藍的 其實這段也是 索學森家的手 是粗一點 比白仇的駛駛 比例 那他呢 一幫他接駁 之後呢 他在那邊踢 踢 踢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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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成為了自己的手 現在他的右手 就是索學森家的手 但是我真的覺得 他再給他一次 左手 那段很好笑 你說白仇的 是呀 任者 喂 油貓 白仇終於出場了 你期待他現在的白仇 你最期待的話 不過他沒有和勇哥一起的 因為呢 白仇自己站在海邊看著海 無端然有一個任者 拿著手蹲在後面 笑主 手掃不到 笑不著 因為笑主是白仇 因為他的意思是西成家 他是西成家的 他是西成仇 然後白仇因為失了一億 他打夠了忍者 他忍者扔下他的手 自己跑掉 當然是這樣 他消失了 白仇再見不到 這些速遞很不負責任 不用遷就 放下管理署一樣 他很有贊心 他扔下了一件貨 他沒有完全消失 他只是忍了身 然後不斷和白仇繼續聊天 小豬你冷靜點 不要打塵 我送貨 你爸爸送貨 然後說了一大輪 白仇最後就接受了忍者的好意 跟了忍者回去見到西成王 就是剛才有萬記所說的 重新拼過他的手 以及移植了新的機械臂 以及移植了索亞森格的手 自己的右手 我也是問上一集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拿索亞森格兩隻手 為什麼要保持一隻手 上集就搭過 CV的手打飛機 他接受不了 他的手幫另一個男人打飛機 就不用他的手 我真的覺得這段戲很可憐 所以現在終於有一隻 回復真人手臂 另外之前有一段 我忘記了是幾期之前 他又去練舞 練九四邪功 練御劍飛行 我那天發了一張圖給你們 喔 把獎頂了 又把獎頂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龍虎門的編劇有幾個增長呢 即是 吳宇森如果遇上龍虎門的編劇 那怎樣發展呢 你要這樣想 其實可能最懂得拍龍虎門的就是吳宇森 因為他可以很合理地把白鴨放出來 然後就被白仇用余劍飛行殺掉白鴨 又再放出白鴨 又再殺掉白鴨 這個是人生一戰 其實是人生一戰 龍虎門之御劍飛行 片名也想好了 這個是其中一集 說成本很貴 要買很多東西 穿兒子才拍到 不是CG來的 OK 那你要夾的 你要跟那些 預見飛人 要跟那些 預見飛人夾的 總之找一個人 白色頭髮長頭髮鏡 不用見到的樣子 然後就在那裡 拿一隻背部對著 對 那些白鴨就死掉了 又再放另一隻 錢雞做 這樣90分鐘 我只想到畫面很白 那你放一些灰鴨 放一些灰鴨 放一些灰鴨 你不要放一些乳鴨 放一件鴨 放一些灰鴨 灰鴨 灰鴨和乳鴨 所以吳宇森拍的 龍虎們 真的有得想 真的有得想 我們之前一直在擔心 龍虎們怎樣真人化 上次拍得不好 我們就是因為 拍漏了吳宇森 如果有吳宇森 幫忙的話 但是吳宇森要用雙槍 他用雙劍 龍虎們不可以用雙 雙劍 不可以 平時他們 暗如心最喜歡的是什麼 兩枝槍互指 那他拍龍虎 會怎樣 就是兩把劍互對 然後定鏡 然後鏡頭 一直在轉 所以我們就 幫龍虎們下一部電影 整個劇本都在 90分鐘 不是 黃先生這段很煩 他沒有時間理會這些 就是黃先生沒有時間理會 我們才幫他想 對 就是這樣 我們繼續說回故事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幕 講了很久的二雲大法 終於要執行了 終於執行了 終於執行了 執行了完了 話說之前 其實 試招當然要 因為 正如我一直都很疑惑 關於這個所謂在哲學裡面 叫做知識論 什麼叫做我 什麼叫做我 怎樣為之一個人 你怎樣去證明這個人是你 那我困擾了很久很久 真的困擾了很久很久 那這個問題 也應該困擾過易天行 那究竟 怎樣去證明 就是之前就是夜叉和龍虎 他去試 那試 把兩個人用疑魂大法 疑魂了魂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知道他們已經完工了 因為你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你沒有辦法求證的 那譬如我捉著 捉著 Sunny和Tim 兩個人 然後我說我用疑魂大法 我憑什麼去決定 你們已經完成了 那個交換的過程 就是你不像當日龍虎 是傑柳和悟空自己兌換 他自己知道 但是你作為第三方 是很難知道他們的交易已經完成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問個問題 上次你可不可以先問你 安全名是多少 上次交找卡數是用什麼 上次 那你不就好像那些 你忘記帳號那些 你第一部車叫什麼名字 第一部車叫赤兔 好了 那 那 易天人都不是低能曬的 都不是低能曬的 你看我先說 那所以呢 他就留了龍虎一命 想試一下 龍虎究竟 是不是真的已經變了野叉 於是呢 但是在此之前呢 他也聰明不曬的 先殺了會知道 因為野叉是知道這件事 所以就先殺了他 好了 那野叉殺了他 就剩下龍虎在監牢裡面 究竟怎樣才知道 我是不是掉了他 問 問他就知道 哎呀 仆佳了 正所謂露在口邊 但是試不到 因為這個龍虎好像傻了 好了 他原本可以有第二個機會去問 但是他殺了 哎呀 仆佳了 殺了 原本你可以問野叉 你還是不是野叉 問他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龍虎 但是他殺了野叉 那就問不到 這個又不開口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他低能的地方 就是天能低能的地方 就是 你為什麼不試完 才殺了野叉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就是 你看到龍虎好像傻了 因為他之後有餵狗屎飯 他照吃 然後 他一提到 問你是龍虎還是野叉 他就不停 龍虎野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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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 如果 你是逆天行的話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會不會自己試 你試了 你試了 你假設他們真的交換到了 而其中一個是傻了 一個死了 一個被你殺了 另一個是傻了 你還想不想試一下 不如自己試一下 應該都OK的 這些 我記得我以前看過 《白色巨塔》 就是日本那個 他說 日本醫生醫死人最喜歡說什麼 手術成功 但病人死亡 就是典型這些 我這星期 我這星期在看 我坐巴士在看 我看到逆天行 問完龍虎 發覺龍虎瘋了 之後他後悔自己殺了夜叉 我真的笑了出來 你後悔 其實我懷疑那個編劇 因為上年有套 今年有套戲 叫《Get Out》 就是說一些類似 我換腦 對 就是 虛殼的東西 你看到美國的編劇 和香港的編劇 差多遠呢 水平 不是的 問題是你剛才那些 很常常的邏輯問題 你掉了他 那你也傻了 就算證明 你真的掉了 你也看到他 你證明不到他的身份 不知道究竟成不成功 但無論成不成功都好 後悔症就會變傻 那你怎麼會再試 你也不會嘗試 但他說 我信心 沒問題 那你相信 你不用做這個實驗 你賭大小 他就賭自己是不傻的 但你現在100%傻 你不要不傻 你試了10次 然後有7次是可以 3次不行 然後你大約找到 可能是意志力強 或者強的人 就沒事 你試一次而已 他殺了一個 假設是正常 而且很搞笑 他試阿龍 是不是傻呢 就是怎樣 放屁股的飯 給他一些武器 喂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沒有人知道 他們悶了東西 對啊 他不會自己煮的 他一定會叫人家煮的 廚師 給我聽 老闆 老闆 你的口味 這麼奇怪 我真的覺得很尷尬 你作為益天能管主 二人館 管主廚師 今晚一碟飯 我們二人館有沒有養狗 我老闆也想吃狗肉 不是 你養狗屎 我可以的 我真的很想跟逆天行說 你二人館這麼多人 這麼大勢力 你是不是可以做第二次實驗 但整院都不知道做一次 Exactly 你沒理由試一次 然後那次是不成功 然後就當實驗成功 我想說 我沒有記錯 試這藥 我老闆也不知道要臨床實驗 幾百次 我基本上這個是科學精神 是要搜集這個數據 即是那個什麼 那個Base要夠大 這個Base就是一次 笑得流眼淚 笑得流眼淚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嘗試完之後 如果是周星馳的戲 就好像九品芝麻官一樣 耶 要噴點紙巾 你瘋了 嘩這個人真是瘋到一個地獄 這麼有信心 你不用嘗試了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是 他看穿了龍五是假裝傻的 即是好像那個什麼 審死官 即是他是假裝傻的 那不就是他知道 事業室已經假裝了 不是 成功他是假裝傻 即是他還是六五 那他就知道 因為如果是夜差 夜差不可以裝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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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心耿耿的 都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過了過去之後 他是看著 易天恒殺了 原本自己的驅體 那你覺得這個人不可信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應該要找方法繼續裝傻 就不是走 然後呢 易天恒 今期易天恒都解答了一個 我也問了幾次的問題 就是 你跟黃師傅交換了靈魂 OK 你跟黃師傅做移魂大法 交換了靈魂 黃師傅的肉身 是被你封住了功力的 黃師傅獲得了 你擁有百多年功力的肉身 什麼時候黃師傅給你廢禮 他功力肉身 你就走不走 易天恒真的很聰明 先解鎖 先解鎖 其實不用的 就算他換了之後 他自己懂得解鎖 那可能你沒有功力去解鎖 沒有解鎖 譬如我拿鐵鏈綁著你 鎖匙在我那裡 你過了去 我黃師傅沒有功力 那你自己怎樣解鎖 你自己解不了 假設是不行的 不過易天恒都是一個 所以我說他完全蠢 他是沒有科學 他是沒有科學求老 他沒有那個求證精神 但他還是一個 叫做 他最先開門 所以他先解掉 黃師傅身上的死鎖 然後馬上就用疑魂大化 不過 所謂你有張良計 應該用什麼字眼 我記得 所謂道高一尺 魔高一尺 你幫我解鎖 打算利用我的肉身嗎 你吃飯出什麼不給錢 我覺得這段是瘋狂的 我一開始覺得易天恒實驗的結果 我都已經覺得很瘋狂 我沒想到同一集中有更瘋狂的劇情 就是他幫黃師傅解鎖成了死鎖 黃師傅恢復了九人的功力 說不出有舒暢 然後易天恒就用說話套著他 還沒完成的 還有最後一步 拿著頭頂貼著天靈蓋貼天靈蓋 然後就說要穿來疑魂大化 你為什麼不嘗試用嘴對嘴的方法呢 賣嘴對嘴的方法是吸了那顆真元的 是不同的 然後黃師傅在疑魂大化的途中覺得頭痛 然後就開始看到一個幻象 有自己的幻象和易天恒的幻象 他那個幻象就開始消散 而易天恒就成為了他 黃師傅看著 有不妥 我突然就爆發這個九人的功力 鎮開易天恒 然後踢勾他然後就走路 他就覺得易天恒害了他 我看著 小虎你沒有被人解死所的經驗 你憑我可以覺得這個不是解死所必經的道路 為什麼你不舒服就一定是等於別人陰咎你 就是第二時候 黃師傅看醫生 醫生 大家看看 他拿一顆棍子 混蛋 打完 九人神功 你從來沒有被人解死所 你是第一次的 你被死所鎖住的時候 不見得你很舒暢 所以呢 我覺得易天恒就蠢了 易天恒蠢了 他不是用彌雲草的 他就是在他那個密室那裏 放那個那個叫什麼 彌雲草 香薰 放那些香薰 令到他的人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那這隻彌雲草是很昂貝的 一出汗就散掉了藥力 還有那個重點 你播張國榮的第一次就行了 他知道 可能有點痛 但是 難求全合意的 始終也會有第一次的 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那就放鬆了 還有我知道這次這個移雲大發 失敗的地方 易天恒錯了最重要的一步 為什麼那些彌雲草會失效 他沒有關門 彌雲草的煙散掉了 就沒有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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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至能善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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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小龍當然馬上衝出來,就擋住了 衝出來抖 等一下,我想說自尊會不是美國的 不是,自尊會是中國的 美國那是魔鬼黨 魔鬼黨出了修羅藍爵 只是出了修羅藍爵 好像還有一個紙爵,不記得了 不是,魔鬼黨在通天教的時候出過一班人 修羅藍爵和洪先生 洪先生現在過了去什麼 然後這個新帖帽子王叫什麼? 燕山河 他的造型跟這個 卡山多拉玉獎 就是筆斗之拳的,早段的劇情 還是不是,早段的 早段的嗎? 早段,很早的 也有點相似 多奇還沒死的時候 他好像是雷昂的手下 然後黃小龍就打他那個 另外燕山河那條靈呢 叫什麼名字? 龐東? 鬼影手 是 鬼影手 你聽那個名字就知道他早死了 那些軍雷守文太來的名字 還有你給聽眾看 你看看鬼影手的髮型 真的跟黃鋒有幾分相似 為什麼只有兩個筆呢? 但是不是,因為鬼影手長很厲害 他不變成GEL 他向上 今天就是長時間上飄 我知道獵豐的髮型 就是前面有 或者是後面有風吹起來 才能做到獵豐髮型的效果 軍佬也做到類似的髮型 對,他是硬GEL 應該是硬GEL 我這些是烹頭 很少烹頭在地中海 你有沒有實證? 我說少了 問題是你沒有看見地中海頭的人做烹頭 不代表烹頭做不到地中海 OK,你對 他是兩個烹 就是這樣 烹一烹 你那些小飛合頭 他還要靠近一點 就是這樣 你那些人真的不靠近一點 說回鏡頭吧 不簡單 頭很重要 其實那兩… 其實… 就是這樣 那兩側就沒有說是頭髮來的 不是,少飛合那兩側… 我也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不行,你中間不夠… 中間沒有 OK 我下次… 下次我拿… 對,拿… 然後黃小龍就打走了鬼英手 然後黃小龍就說 誰要拆龍虎門的招牌 就… 才要跟我打 我覺得這幫人真是瘋狠 還維持在70年代 看到人家沒有觀察人家的招牌 做什麼瘋狠的 你什麼時候叫做紀安走到夜比嘉 撕掉他的門牌 然後就要打那個大紅牌 直接就約他出來借抽 給我拆了東亞病夫的牌 這些真的是70年代的東西 也不是的 李小龍的熱潮也延續到80年代 OK 但是… 怎麼說呢 即是大根未出生的年代 我想說的 層次不容呢 這套東西都是幾… 六七十年代的東西來的 喂 哪有這麼瘋狂的 嗯… 拆掉他的門牌 你反正都連人打架 你一天放火燒掉他行不行 嗯… 還有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僭建的 你叫政府來拆他就行了 其實看你拆誰 你拆招牌還是拆門牌 拆牌 說得不太準確 如果拆門牌就另對犯法 沒有掛門牌出來是犯法的 那招牌呢 他不是多少道理都好 那如果是你不如找些人進去 偷走他的BR狼然後報警 報警 那是家來的 你在那裡教拳 就是我教自己朋友打拳有關嗎 那看是不是從事商業活動 不收錢的 龍虎門 容易教的 那些錢和課程是沒有關係的 當然 那些錢是捐助來的 好像動漫廢物一樣 對啊 我還沒提到這件事 就是聽節目呢 就跟給錢是兩位 可以純給錢不聽 就OK 那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那下期就應該這個 燕山牛就應該會跟黃小龍打一場 那我其實覺得燕山牛很危險的 因為在歷史上都有幾個角色 都是一出場就遇到黃小龍 那新環人的機率都不高過0.5% 是的 唯一走得掉的那個好像是叫刀令上人 那刀令上人最低是被石鐵打贏的 石鐵都打得贏你 你就聽不懂的 這些角色 如果石鐵都打得贏的話 那當年其實他真的慘敗了 慘得很交關 連拖都還不到 小小都還不到拖 那就是功力越高越被黃小龍黑著 然後那時候出過那個 還是阿神武英傑的時候 找阿北霸狂和那個 不知道西什麼春野 總之找那兩傢伙就可以打黃小龍 我很喜歡漫遊者的形容 他打贏了阿北霸狂 然後被阿神武英傑捉了回去 然後再找西什麼春野去打他 然後就被黃小龍打死了 賣遊者的形容就是 你把兒子捉了一隻雞 把兒子捉了一隻雞 我真的覺得這個形容是 我不能記住 我當時聽到黃小龍 為何你想到一個這麼精準的形容 雖然我在這裡發現了 現在龍虎門最大的敵人是誰 不是羅薩教 不是至尊會 是黃小龍這個仆債 因為如果黃小龍打死了阿燕山河 只剩下七個鐵帽子王 沒有人制衡到龍天下 龍天下就可以派了 至少會全部兵力過去打齊龍虎門 所以很危險的龍虎門 有個位置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要等我一會 我要找一找 大約我都不太記得是哪一期 但大致都應該是說 關於龍虎門的那群人渣 那個道德水平 我忘記是信箱還是 道德水平 在這裡 玉浪Mail 你知道看書不可以只看劇情 覆一下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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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真的叫平平 覆平平 覆平平 應該是姓覆 叫平平 他就說 關於現在新駐龍虎門裡面 正義與邪惡的界線 好像沒有前段故事般那麼分明 我想這個也是錯過 其實他也不單是覆平平 也是覆阿姐姐 即是我們 為什麼呢 他就是這樣說 聽著老王 阿Tim你的邏輯可能比較好一些 聽下玉浪Mail怎麼回覆他 龍虎群英的正義制度始終如一 是沒有模糊的 石口龍接受死的羅撒教老邪神的邀請 成為短期的羅撒教教主 並沒有同流合污 為非作大 即是並沒有同流合污 為非作大 作為一個教主 他沒有跟羅撒教的其他人同流合污 和為非作大 即是羅撒教也羅撒教反動 我教主 教主又教主 我純粹知份人 我只是做教主這個職位 我也是打工 那他會不會有羅撒教的四大護法 說是教主叛變了 會不會的 有元老會 但元老王也會死了 他還有一些手下的說這個教主叛變 背叛了羅撒教主 不行 因為石口龍那時候簽了兩年合作 合作完了 你不足夠 那他就走 不是的 但他沒有跟他同流合污為非作大 在那段時間裏面 是這樣的 不是 他是提供這個政治 不是 犯罪力 提供這個犯罪力 只要搶山堤 他就說 縱使未能轉黑為白 都為社會帶來好一陣子的平靜 作為一個教主 他沒有跟其他羅撒教的人 一起同流合污為非作大 又不等於一定可以為社會帶來好一陣子的平靜 還有 假設 我想假設 假設他作為羅撒教教主 真是全部羅撒教不准做原本 那些打家劫舍 強姦者豬 退後婆出馬路 這些事情會有其他幫會做 那怎樣平靜化呢 而且沒有了一個最大的黑社會力量 日本是不是沒有其他黑社會 一樣會 那就會爭地盤 那就還亂 石黑龍對日本 這是對中國的一個好處 對日本的一個環境 其實 尊蘭這裏應該有點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 石黑龍做羅撒教主的時候 裡面有交代過的 那時候他不是說石黑龍沒有銅鑼 那到底其他羅撒教的成員 去做義工 為什麼呢 繼續從事他們原本的本業那些是什麼人呢 石鐵去了賭場做看場 那石黑龍沒有跟他同流合污 我叫石鐵做 石鐵做不關我事 我即是外判了發罪活動 我們的內部人動組 解散 給你全部 石鐵做 石鐵龍沒有跟羅撒教其他人同流合污 但龍夫們其他人都加入羅撒教的意思 那他也沒有為社會帶來很一陣子的平靜 好了第二段 其實到現在 我都不像羅撒教和白令教做那些什麼壞事 有時候洗澡真的沒什麼做 洗澡真的沒什麼做 有時候洗澡真的沒什麼做 你沒有出番茄的 有人幫我出的嘛 是不是 怎麼都要我講出來 那你自然沒什麼做的人 可以放空去想事情 我都會想這個問題 究竟羅撒教做什麼壞事 人人都以為主持 羅撒教起碼都說過他販毒 雖然我沒見過 八年教除了炒股之外 他的教主也在飛機上面炒股 他們最壞的壞事就是幫勞虎們 如果你說東方無敵是一個壞型 那索羅斯也是 東方無敵犯得最多就是他乘飛機不戴安全帶 那你的機頂沒有安全帶位 我不想的 安全帶裝上去 好了第二段就是 至於近期龍虎們接受羅撒教和白令教的支援 完全是因時制而知賊 並不等於將來要幹什麼不法勾當 當小虎有難 小虎不因仇怨 反對對頭人的幫忙 那是大局為重 那就是又拿別人的好處 但又要搞搞別人的 但大局是他自己的安危 跟大局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說的是大局 如果我黃小虎 這次當選 這次無法服務 玩完 玩完 說完完 再嚴重一點 如果黃小虎死了 那是否接住龍虎門 那整個故事都沒有了 那遲點會不會互告呢 他們 我說羅撒教和 老實說 如果劇情是夠僵寫 龍虎三王 不要說其他廢物 龍虎三王 是真的有 互相對敵的一段 那是肯定會好看的 除非他又拆了 那些細胞 好了 第三段 而龍虎群應讓 獨眼龍單挑致專會的拐狂 為什麼我會覺得 他這段真的回覆我們呢 因為他就是講這段 拐狂 大家都記得 就是那個偷襲的那個 這純粹是出於好意 和對兄弟的信心 作為一個團隊 被團員擱展所長 有所發揮 是很重要的 獨眼龍雖然是第三梯隊 或你口中的Catefe 但是也有需要存在感 所以關於他的劇情 遊戲會多餘呢 即他那段 正常的人很少留意 獨眼龍和拐狂這一段 一定是有聽口正方的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一個第三梯隊的人 你描寫他的劇情 當然是多餘 他當然是多餘 然後他又是打一個 第七梯隊的人 我無緣無故看一場 業餘都咪完的足球賽 那我沒有說不行的 但真的這麼留意這第三梯隊 你也不如說話 我想說 龍虎梅那些梯隊 我最多留意到 是非要非就坐 還有龍虎 他又 空暴回歸 又空暴回歸 以及王小英的狗狗成敗 去到 再之後那些什麼 那幾個男人叫什麼 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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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絲絲 還有 就是毒眼龍 黑正傑 還有 用新的爪那個 金牛 大水牛 大水牛 我覺得這個 突然間提一條好竅 給龍虎梅那篇劇 現在新的鐵武子王燕山河出來 當然是用大水牛跟他鬥 用你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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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個戰爭 他一定 脫下頂帽 打贏那個才可以戴 不是 他們就是選 誰劈斷對方的角色 才會贏 但不是 以造型來說 應該是老妖空暴回歸的對手 那就是這樣 那就叫大水牛借個頭盔 給老妖大人 也可以 轉另一條條 就是他撞過來 老妖抓住你的鞋子 夠力 好 我覺得大水牛對燕山河 真的不一定 好看 真的好看 鬥牛 龍虎門鬥牛 好了 今集 說話正方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轉後回來 就有洞廢 今天的洞廢 是講 Touch 好 轉後回來再見 了 有人 我想有說 指定 那好嗎 我們現在才會消去 好嗎 是 按照 有